17日上午 俄罗斯总统普京抵达北京 出席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据和总统助理乌沙科夫介绍 普京将在18日 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晤 法新社称 这是自核乌冲突以来 普京首次访问全球主要大国 俄罗斯《生意人报》评论说 在当前国际形势和地缘政治局势复杂的背景下 普京此行具有特殊的象征意义 体现了俄罗斯对核中关系 和共建一带一路的高度重视 中国在核外交政策中 日益增加的比重正不断凸显 17日 普京在北京分别与越南国家主席 武文尚 泰国总理 塞塔 宣阿利总理欧尔班等领导人举行会谈 俄罗斯塔斯社引述乌沙科夫的话说 作为主兵 普京将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发表讲话 中俄18日的会谈 将以大范围和小范围两种形式举行 此次随普京访华的俄代表团成员 包括两位副总理 对华合作事务相关负责人 以及一批重要商界人士 香港南华早报17日刊文说 中国两国保持着有效的高层对话 这一事实本身就表明 双方都渴望保持和进一步发展两国友好关系 全球戏剧性的地缘政治事件 无论是俄罗斯与西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对峙 还是最新重新燃起的8月冲突 仍然是不稳定和不可预测的 这使中国和俄罗斯的战略决策复杂化 因此 中国领导人之间的直接接触 乌沙科夫表示 两国关系是真正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 展现出稳定抵抗外部压力的能力 卡涛尔半岛电视台17号回购道 中国领导人最近一次会晤 是在今年3月 当时习近平对莫斯科进行访问 普京上一次访华是在2022年2月 北京冬奥会期间 他也出席了前两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乌沙科夫表示 据合方统计 今年1月至8月 俄中双边贸易核同比增长24.3% 达1415亿美元 正朝着今年达到2000亿美元的目标 坚定卖出 路透社17日引述 俄经济发展部长 列舍特尼科夫的话说 俄中贸易不仅有量的增长 也有质的增长 两国互相供应的产品更加多元 且合起不仅在贸易活动中 将更多目光锁定在中国供应商身上 自身也正在融入中国的生产链 吉尔吉斯斯坦前总理 奥托尔巴耶夫16号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中俄有着很好的政治关系 最近两年双边贸易关系也屡创新高 中俄在中亚不是一种竞争关系 两国的国家利益各有侧重 这对该地区国家和一带一路的发展都是有利的 中亚国家与中俄都保持着相当好的关系 俄新社17日 援引专家的观点报道称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 提出的这10年 具有划时代积极 全球南方国家获得消除贫困 摆脱路后发展现状的广大机遇 南华早报说 一带一路倡议表明 合作是国际关系的前进方向 而不是出于政治动机的恐吓和经济限制 在促进自由贸易方面 中俄两国意见一致 这两个国家正在确保经济关系 是平衡和具有建设性的 以保证不受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影响的合作 具有战略意义 这一路倡议表明